第264集 望向小荒山的附近 一个怀疑出现在张凡的心头 张凡的神色顿时沉盈 这种感觉的好久没有了 这是修仙者脱离人类生命本质之后的一种副产品 灵觉 当与自身相关的事情发生前后 一种无法严肃的感应 张凡的灵觉向来非常准 让他不能不在意 不对 小子赶快回去 苦道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焦急和兴奋并存 同时庞大的神识透过 瞬间覆盖了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苦道人的话刚说完 本来还是疑惑的张凡忽然神色一动 也察觉到了什么 随着苦道人的神识散不开来 本来以小荒山为中心 方圆数十里内隐隐躁动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的天地灵气 猛然沉宁了下来 这就恍如本来不过是微微波澜的湖水 置身其间未必能够感觉到什么 可是一旦完全平静下来 对比之下就会立刻发现不同 苦老 可是那个时候到 张凡的话刚刚说到一半 就让苦道人劫了回去 快走 再迟就赶不及了 这下子 苦道人的娇气神色更是毫不遮掩 顿时让张凡领然呢 以苦道人的城府 自然不可能是让他赶快回去取宝 必然另有缘由 也不及细问 身子一动 顿时生化流光 漠然消失不见 轰 阵法云气浓云轰然散开 直抵洞府之外 正现出了赤火和礼服柜 焦急和惊喜并存的神色 小荒山的洞府之外 赤火和礼服柜两人 一个蹲在地上一言不发 跟一块没有生命的岩石似的 另一个满地游走 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相同的是 他们的脸上 都有掩盖不住的担忧和焦急之色 少请 礼服柜忍耐不住了 也顾不得两个人的闲戏 烦恼地说道 哎 眼是脑袋 你说老板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 那个什么镜 都浑浊了一个月了 若是单单地影镜浑浊 他还不会这么担忧 礼服柜是什么人呢 他可没有赤火那么忠于职守 让他感到不安的是 随着地影镜浑浊的时间 越来越长 这小荒山上的气氛 也越来越不对劲了 置身其间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还是觉得浑身难受 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这还是他反应比较迟钝 其实在一个月之前 地影镜还没有波动的时候 事情就有些不对了 小荒山虽然荒凉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 重闻以纳一类的东西 一些生存在地下的小兽 更是少不了 可是在一个月前 他们好像忽然齐齐 得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拖家带口 也不管前面阵法拦路 一个劲地往山下跑 拦都拦不住 此后数日 感觉上异样就出现了 并延续至今 愈言愈烈 若不是张凡临走之时 交代他们在此等候 让他们没胆子离开 否则的话 依照李富贵的性子 早就有多远跑多远了 哼 我怎么知道 玉佩都被你捏碎了 我有什么办法 赤火头也不回 嗡声嗡气地说道 尤其是提起传讯玉佩的时候 更是满腹的怨气 我 李富贵刚想再说什么 忽然顿住 脸上献出了狂喜之色 不仅仅是他 赤火也猛地站了起来 抬头望向前方 突然开始剧烈波动的 浸至云木 他们在这小荒山上 都待了有一段时间了 自然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老板灰 李富贵的话还没说完 便见得融融木矮 漠然散开 又不似以前一般 只是让开一条通路 而是整体轰然而散 尽显急迫之意 旋即 李富贵和赤火 只觉得眼前一花 火光闪烁 张帆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 是不是地影镜出现异动了 府一现身 连口气也没喘云会 张帆便直接开口问道 是的老板 多久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可是老板 李富贵话还没说完 赤火更是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 便觉得身子一倾 两个人齐齐天旋地转 戴德清醒过来 已经到了山脚下了 跌坐在地 满脑子叫唬 连四周指指点点的村民也顾不上了 他们两个人抬头看向小荒山之巅 正觉得云雾翻腾像沸腾了一般 猛的一宁紧接着大批的老鼠 飞鸟 蚊虫 地龙 狼奔使徒 蜂拥而出 这正是在阵法之中 被困了近一个月的小动物们 现在陡然全数被抛了出来 已经自由 狂奔无踪 好像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在追赶他们一般 恰在此时 一个忧远的声音传了下来 李富贵 赤火 你们两个待在山下 如若发生什么事情 好生安抚村民 莫要惊慌 本座现在要闭关 有什么事情 你们先应付着 待本座出关之后 再做驱除 话一落下 小荒山上的静置浓云 完全闭合了起来 浓浓的压迫之意尽险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他们看来 这阵法云雾好像粘稠了很多 有一种墙壁一般的质感 李富贵和赤火这两个人 到得这时还坐在地上 没来得及起来 听得张凡的话 面面相去 茫然不知所措 此时张凡 自是无暇顾及他们的想法了 一个闪身 就到了洞府深处 静视之外 安置地影镜的厅堂上 静立厅中 凝神望向地影镜 漠然不语 脸上尽是沉冰之色 现在的地影镜 早就不复一个月之前的平静 上面仿佛狂杀风暴肆虐 迷迷蒙蒙昏黄一片 还在继续转农 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地穴 在不停地喷涂着泥沙一般 这地影镜乃是张凡数十年前炼制的 没有任何的攻防作用 甚至不能移动 若不是骑上隐隐的 还有灵气波动 看上去就跟普通的梳妆同镜 没有任何的区别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沟通地脉 监察异状 能够在镜面之上 显化出地气的波动 控制数十年 现在总算是发挥了它的作用 果然 哭老 看来是时候了 张凡凝神注视了一会儿镜面 见得波动依旧 浑浊更甚 知道不是什么偶然的影响 而是两界大禁术 真的是到了要破开的时候了 以化神器不可思议的大神通 所布置的两界大禁术 也只有在这千年一遇的世界分离之际 才会露出这样剧烈的波动 没错是时候了 比老头子预估的还晚上了几年 苦老 那现在 张凡感觉了一下愈演愈烈的空气异状 也不由得一皱眉 这样的情况若是继续发展下去 必然会在天地之间形成异象 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往来就一定会发现这里的秘密 若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也就是取宝的时候被人搅局 打上一架倒是没有什么 怕是万一没有来得及起出宝物 那可得再等千年了 想到这里 张凡沉吟了一下 从乾坤袋中取出了几面棋子 正是一套镇棋 还不等他有什么动作呢 苦道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小子 把你那个废物点心给我收起来 你这东西还不够给我丢人的呢 废物点 丢人 张凡文言手上一掷 哭笑不得 他对镇道倒是没有什么研究 这几套镇棋也只是战利品 不是什么太好的货色 也就是聊胜于无 让你见识一下老头子的手段 免得你说我这些年在你这里白吃白喝 说到这里 苦道人反而不焦急了 说起话来 慢调思理 甚至还有打去张凡的心情 啊 苦老 您 您恢复了 张凡神情一震 这么多年来 他越来越感觉不到苦道人恢复的情况了 不是其他 乃是因为苦道人的神识强大他太多了 无论是否又有增长 已经不是张凡能够判断的了 神识方面 足有老头子我巅峰时期的八成了 借用这九火炎龙珠的威能 多少能够施展一下小手段而已 顺便呢 让你小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原鹰七的强者 说到最后 大日宝剑扶起 没有做事 一股彼尼四方的气息散布了开来 既然苦道人说的这么有把握 张凡也就不再多事了 乐观其成就是了 将其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的震旗随手一扔 微笑着说道 那就请苦劳您施展手段 晚辈拭目以待 也好观摩学习一眼 嘿 小子 你就看好吧 一阵豪迈的大笑声中 强大的气息漠然腾起 直接视厚厚的洞府岩层 护山阵法如无目 冲天而起 庞大的无法估摸的神石 全力激发 像是水波扩散 瞬间覆盖 方圆数十里地 结单与原因的区别 除缺生命本质的不同之外 还有什么 你可知晓啊 苦道人的声音 透过神石震荡 在洞府中轰然响起 激起回音无数 生命本质的不同 乃是原因 其真正可以脱离肉体 而独自存在 所谓的碎丹成鹰 不是仅仅把金丹破碎那么简单 那样的话就不叫突破了 改叫自杀德了 真正的化鹰 乃是把精气神和修为等等 全部凝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即便是脱离了肉身 依然可以独自存在的生命形式 由此就算真正踏出了长生的第一步 不受肉体的束缚了 这些年来 由苦道人这尊大神在侧 张凡耳濡目染之下 至于其他的马 在脑海中回想了一下 一生之中所接触过的 原因级别的强者 略有所悟 不过还是公声地说道 请苦劳您明示 嘿嘿嘿嘿 看好吧您 话音未落 天地间依然换了另外一副模样 疏忽黄沙遍地 干燥炙热 沙漠 尽客万情波涛水光连艳 大海 须与巍峨壮观怪石林寻 高山 刹那林木苍域清脆玉滴 森林 以洞府为中心 小荒山址布 大片的区域之内 在瞬息之间变幻莫测 每一次变化 无论是黄沙 海水 山石 林木 在张凡的感知当中 这都是现实的 哪怕是气息 形状 皆为实质 并非虚幻 这种感觉 就好像深化无形 疏忽之间 便有整个天地一般 偏偏他心里明白 从头到尾 他自己个儿 未曾离开过洞府一步 在苦道人的展示之下 张凡在震撼之余 也明白过来 正如他先前所想的 与大范围的灵气控制 划行有关 当年的白骨真君 在天柱山留下的 白骨痕迹 九游老祖 在黑水湖世界碎片中 施展过的大地神通 那一幕幕都重新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他们毕竟是在拼斗中施展的 哪里有苦道人现在毫无保留的显化明显 一时间一股难以言束的感悟浮现了出来 还是有别于结丹期对天地灵气的自如控制 可以说是到达另外一个层面的力量 在张凡盘息而坐静静感悟的同时 所有的波动漠然消失 整个天地沉宁了下来 坚前那大范围的灵气控制 与显化非常真实 可以说是苦道人在给张凡展示 什么才是元英七所特有的神通 而现在出现在眼前的 就是他出手的真正目的了 那就是压制 这陈宁不是死计 而是被一股绝强的力量所压制 使得一切的一切 无论如何精变 都不会传出这个范围 导致天地生化异象 现今的苦道人 虽然失去了肉体 只留下了残破的原因 若真是交锋争盛 自然连一个普通的结丹宗师也打不过 可若是单单神识操控 却依然是元英老怪级别的强悍 小子 现在行了 没有元英级别的老怪物 偶然经过这里 就不会有任何人来搅了你的好事了 大日宝间晃动了一下 苦道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满是无力之感 元英七的老怪物 张凡哑然时笑 整个地下修仙界才多少个元英啊 最多几十个而已 现在的树木看似不少 可是撒在整个修仙界中 连个泡泡也冒不出来啊 自己这小荒山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有他们经过的可能性 那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若是真是这般倒霉 那他也就认了 命该如此嘛 让张凡感到奇怪的是 苦道人这次怎么会这么主动呢 承担下压制灵气的任务 若是让他使用镇旗 效果虽然会差上很多 但是被发现的几率依然不大 何必自己大损元气呢 仿佛知道了他心中的所想 还不等他问出声来 苦道人边接着说道 两阶大禁术开启的时候 这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机会 你小子可千万要凝神俱气 千万不要错过呀 体验 什么体验呢 到时候你小子就知道了 苦道人似乎累了 不愿意多说话了 大日宝剑也化作一道红光 重新没入到了张凡的体内 再也不动弹了 张凡沉吟了一下 并无所得 总之是与此地相交的另外一界相关吧 另外一个世界 想到这里张凡就不由地兴奋了起来 无论是地表九州修仙界 海外修仙界 还是地下修仙界 虽然都自成一统 风情迥异 但是毕竟认真说起来 还是在同一个世界当中 即将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 则不一样 那乃是货真价实的其他世界 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他激动不已了 深吸一口气 一掌按在地面上 张凡缓缓闭上了眼睛 压下波动的情绪 静静地等候着那一个时刻的到来 身旁的地影镜上 浑浊依然在继续 波动愈加地剧烈 好像永无止境一般 这当然只是错觉 无论怎么样的变化 终有他的尽头 哪怕是化神修士 亲手布置的两界大禁术 字也不能够例外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直平静地盘膝而坐的张凡 默然睁开了眼睛 眼中的神光如有实质 熠熠生辉 在他的面前 按在地面上的手掌 轻微地颤动着 却并非出自他的本意 而是随着地脉 伴着整座小荒山而震动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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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之声隐隐传来 似乎在地下无数深远的距离 不停地有雷霆乍响一般 又似有两块结合在一起的大路 撞击着 分离着 其庞大的力量蔓延开来 终致影响到了地面 小子 时候到了 一定要平心静气 莫要多想啊 苦道人最后提醒了一声 张凡听在耳中哪敢怠慢 当时深吸了一口气 身子纹丝不动 竟带着变化的开始 没有任何前兆 也没有什么大的声势 漠然之间 眼前的风光 便是为之一变 云 漫天遍野的云 目之所及 除了云之外 没有任何的事物 仰望天穷 恍若重软迭障 九重天雨 皆是云雾凝成 俯视而下 犹如无边无际 不知其几万里也 尽为云遮雾罩 不见真容 啊 这里是 张凡不敢置信地四顾着 耳中是呼啸而过的风气 眼内是随之云涌的变化 所谓白云苍狗 在它面前不停地演绎着 不过轻刻 变化万端 也不是所有的云气都在变化 视野之内 有一些云气 如有实质一般 任风气再大 充其量 不过略略漂浮 没有丝毫溃散的痕迹 好像一座座白云凝成的福岛一般 隐隐约约的 还能见得有些亭台楼械的踪影 晴天俱目的身姿 张凡现在所处的地方 也是这样凝实的云气 伸手摸了摸 感受着那种表层柔软 内里厚实像大地土壤一般的感觉 他的脸上 不由地闪过了一抹异色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苦道人所说的体验 是什么了